又是他 那个男人带着他的悬疑篇又来了 邱远康 山路车祸 神秘医院 闹鬼事件 连环杀人案 五分钟必有一次迎接迷场面 每集一个人头是标配 这么说吧 微信群从轮到你了 变成真凶2.0 现在变成医院真凶轮到你了3.0 蛇皮 准备好了吗 狩猎开始了 天辟山路上 一对前女驾驶汽车急速行驶 女主莎莎 刚拿驾照的马路杀手 副驾驶男友小野 著名编剧 此刻仅顶手机疯狂被搞 这是小野第一次面见经济学家转岳父 紧张到手脚发软 否则也不会让新手拥开山路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行车不规范 行人两行类 一只野生山羊突然冲进道路中央 围着一脚击杀 二人劫后余生 收心全在冒汗 此时男主忽然一本正经深情告白 在和你结婚之前 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死 小情侣都想死在对方的后面 因为可以陪对方走过人生的最后一段 争吵没有结果 那就同年同月一起死 男主二人被紧急送往医院 男主左臂骨折 右近骨和肥骨骨折 女主目前仍在昏迷中 这是一家非常非常奇怪的医院 手机信号极差 没有WiFi 想上网只能去楼下大厅 传闻病房原本是有WiFi的 但因为某种原因被强行切断 医生和护士总是提尔低声私欲 同时目光繁复打量患者 护士拒绝回答患者的问题 同时拒绝帮患者联系亲人 总体而言 这里的患者就像是不同行期的罪犯 男主被分配在1号楼313房 病房中还有5位患者 肩前 肾功能障碍 入院时间6个月 独眼龙 眼窝底骨折 住院时间2个月 眼睛男 肿瘤 三周 喜欢又没有网络的笔记本打字 小胖 肝硬化 住院时间4个月 卷毛 腰肩盘突出 3个月 最重要的是 病房中有一件绝对不能做的禁忌 暗响呼叫铃 男主并没有在包中发现手机 下意识准备暗响呼叫铃 一瞬间 屋内无道目光齐刷刷紧盯男主的行动 无人屏住呼吸 神情中似乎多了一丝惧怕 护士温迪一脸向荣 男主提出自己的请求 能否带自己去看看女主的情况 受伤是否严重 以及自己的手机不见了 温迪解释 男主是被警察送来的医院 手机大概率在警方手中 值得注意的是 温迪并没有回答任何有关女主的问题 此时男主多嘴 问了句呼叫铃的使用规则 温迪一脸笑意 白天 黑夜 你都可以随时按 但转身之后 原瞬间变脸 一段时间之后 交警前来询问车祸现场情况 奇怪的是 案发现场并没有发现男主的手机 此时 两位变装刑警忽然接手审问 男警名叫龚腾 原是随行助理小美 刑警进入交通案件 多少有些大材小用 原来 龚腾辖区近日出现一起连环杀人案 凶手的作案手法尤其变态 被害人尸体 耳朵 眼球 手指 均有一部分被凶手当成战利品带走 就目前解锁的尸体来看 凶手似乎在拼凑一具新的尸体 龚腾目前严重怀疑 男主和这起连环杀人案有关 男主的手机离起失踪 并且在案发当天 关掉了行车进入衣 龚腾破案主要靠直觉 他能够洞察凶手 刻意隐藏的内心黑暗 连环案件鬼又恐怖 男主却刚好是思维异常发散的编剧 这会是一个巧合吗 当晚 21岁的年轻新人护士前来替班 这个医院果然处处充满着诡异 实行护士自称21岁 但看起来至少呆有60多岁 可奇怪的是 除了男主这些病人 医院的工作人员 竟然没有人怀疑她的年龄 既然如此 我们就叫她21 与此同时 女主终于恢复了意识 由于破碎的挡风玻璃划伤右脸 只能暂时用纱布进行包扎 碎片已被全部清理 后期可能需要美容医生的介入 院长征求女主的意见 你的男友三番五次想要见你是否同意 女主缓慢摸了一下受伤的右脸 暂时不见 深夜 热闹男请夜谈会开始 小胖把偷听来的消息共享给男主 院长和21闲聊时说过 女主目前在女性住院楼的单人病房 不过女性住院楼很空旷 谜团也很多 此话一出 并有进一步科普医院谜团 男主是被救护车抬进来的 根本就没有选择医院的权利 卷毛只是轻微的腰间盘突出 身体明明早已康复 却迟迟不能出院 走廊半夜会传来推担架的声音 难道是在秘密摘除患者的器官 对了 还有那个自称21岁的老阿姨 年龄比我妈都大 21岁的年轻阿姨来查庆 男请被破席灯 午夜时分 在卷毛的帮助之下 男主准备偷偷探望女主 先前说过 卷毛的腰明明手术三天后就能回家 硬生生被留院查看三个月 X光 CT 做来做去全是这几样 医生的说辞也是前后矛盾 好在卷毛明天就能出院 如果不帮男主一把 估计这小两口明年都见不到 谈话间 二人装见主治医生和21在谈话 医生表明用药必须要大胆 尽量多用一些肌肉松弛剂 出事也没关系 医院嘛 最常见的就是死人 男主此刻三观尽毁 下一秒 五观都要离家出走了 漆黑楼道 灯光忽明忽暗 阴森诡异的氛围扑面而来 这就是女性住院楼吗 反应过来男主也意识到 从一号楼到三号楼 他们并没有遇到任何一名患者 难道全部都睡着了 三号楼道还是好一点 不过遇到的是不是人 那就不好说了 四处闪现的真字 拼命敲锣的诡异猴子 突然冒出来的夺民孩童 这里完全没有一点医院的样子 就像是一场大闲密室逃生现场 连NPC都是现成的 终于 417的名牌上写着女主的名字 卷毛贴心地把相处空间留给小两口 自己在门外放风 男主低声呼唤妞的名字 然而病床上的人影却迟迟没有回应 就在此时 男主吓得转身就逃 难道出现了同名同姓的人 走廊上 放风的卷毛已经不见了人影 男主直奔护士台准备询问你有下落 恐怖的是 走廊上没有任何人 护士台也没有任何人 突然 急速的呼叫铃声在房间响起 注意看 竟然是空房间在按呼叫铃 身后的人影悄悄接近男主 几秒之后 男主在某处深坑中醒来 路灯下 一个女人正在准备活埋自己 定睛一看 竟然是一脸平静的女主 此时男主无意间看向对面床铺 卷毛竟然一声不坑出院了 便有一论纷纷 明明腰伤早就好了 一直赖在医院不肯走 奇怪 这个版本和昨天卷毛说的不太一样 温蒂连忙打断并友的讨论 与此同时 不速之客 龚腾再次到访 老头认为男主的手机或许是重要线索 男主下是说出号码 突然 房间的某处角落 响起了熟悉的铃声 男主往自己的床位下方看了一眼 龚腾伸手用力一拽 下一秒 卷毛半截尸体震惊场间所有人 同时 下半截竟然在医院食堂小火慢炖 第一位死者出现了 男主自然被龚腾当作头号行人 一 昨晚你是唯一和他接触的人 二 他的手上有你的手机 三 他就死在你的病床下 面对审问 男主选择全盘突出 卷毛帮自己偷偷见女友 放风途中离奇消失 空无一人的护士站 离奇作响的呼叫铃 最后就是被人敲闷棍 龚腾自然不可能相信 男主曾经写过好几部行政类型的剧本 医院有问题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男主把黑锅全部推给黑衣人 自己宅得干干净净 接受完审问 男主欢响起昨晚的诡异铃声 于是向二十一提出质疑 二十一脸色巨变 表示你以后自会明白 同时 一个熟悉的货车图标映入眼帘 竟然和发生车祸时的一模一样 另一边 警方处理完案发现场 男主五人依旧被安排入住313 难道医院就没有其他病房了吗 厕所都比这间凶宅好吧 设有六缺一 男情密谈再次上线 不过这一次 氛围更加诡异 读院楼很快就发现了蹊跷的地方 第一案发现场在厨房 凶手为什么特意把上半身搬过来 昨晚除了卷毛和男主 他们四个人全部陷入深度睡眠 就像是吃了安眠药一般 为什么男主和卷毛没事 又为什么分成两段 难道 凶手的目的就是为了杀害卷毛 并且嫁祸男主 所以就他们两个的药物被调包 另一边 法医鉴定报告显示 卷毛是在活着的时候被人切割 切口异常整齐 凶手手法老练并且高超 屠夫 医生或者是切割机都能轻易做到 这边 男主终于听到女主的声音了 原来 昨天女主房间的设备出现了问题 临时和隔壁老奶奶调换了房间 当得知医院昨晚出现命案 女主坚持和男主通话 当得知男主无恙之后 女主立刻挂断电话 尽管万分响念 但如今这个样子实在是没有勇气见你 另一边 工藤办案进度停滞不前 医院发生命案 院方却以保护隐私为由 拒绝配合调查 哪怕会影响医院的口碑 甚至会和连环杀人案有所牵连 院长最终还是一口回绝工藤的请求 值得注意的是 女主的病情由院长亲自监督 医院这边不肯提供患者的个人信息 工藤只能从录像中寻找线索 很快 工藤敏锐地发现了一个小细节 男主 编剧 小胖 销售 眼镜男 IT老总 金田 无业 并且有暗地 独眼龙 烤肉店老板 你发现问题了吗 切口整齐 手法老链 烤肉店老板 另一边 男主恐慌小分队上线 自从卷毛离奇死亡 313没有一个人可以安稳入睡 众人闲聊时猜测 卷毛案件是否和最近的连环杀人案有关 凶手是否就在医院中 男主突然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如果让我来写剧本 这是有人在模仿连环案件 宿管阿姨又来抓人了 中途 独眼龙申请聚上厕所 女请这边 女主忽然被奇怪的声音吵醒 门外似乎有模糊的人影闪过 女主强压恐惧 嘟嘟嗦嗦靠近声音的源头 而就在此时 313这边 温蒂给每个人发放今日口粮 男主等人的药量一个比一个多 注意 每个人都有一颗白色小药丸 此时 温蒂发现独眼龙迟迟没有返回房间 按照以往的惯例 男人肯定在厕所偷偷地抽垫子烟 温蒂来到南侧这边 反复呼叫却无人回应 女人直接闯入南侧 此时 灯光忽然熄灭 温蒂推开房门 下一秒 看到此生最为惊恐的画面 无头男人爬在马桶上 第二具尸体出现了 好了 这期到此结束了 每集必死一个妥妥的秋远康风格 按照以往惯例 一二集只是铺垫 前期服比较多 烟雾弹也有不少 医院护士呼叫铃 手机车标老太太 但基本可以确定 313号房 住着一群待宰的羔羊 目前为止 男女主的身份背景 还没有完全交代清楚 总感觉他们二人也有问题 最后盘点一下尸体 凶手也是一个狠人 一个拦腰砍断 一个砍头 提前猜一下 难道每个人的死法 都和患病方式有关 腰间盘突出 被人腰斩 眼窝骨折 头颅爆炸 可怕 好了 那咱们就下一期再见